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至6月30日起 降雨量已超過560毫米 打破有紀錄以來歷史最大降雨量 暴雨造成陸上交通接近癱瘓 有大貨車經過水潭 整架沉沒 地鐵亦不能橫面 樓梯變了小型瀑布 車站幾乎被洪水淹沒 當局其後啟動應急預案 緊急疏散近2萬名市民 安排工作人員用抽水泵清除積水 並用沙包封島阻止入水 據統計顯示 自6月30日起 接至今天下午5點 連場暴雨已造成湖北省 包括武漢在內17個市 80個縣 1,162萬人受災 48人死亡7人失蹤 直接經濟損失 達到181.2億元人民幣 安排名 人數不足 安排名 這是我的